纳粹德国时期的惊人彩照 希特勒执政下的纳粹是疯狂 照片为举着纳粹旗的德国大卫军 这种旗帜由希特勒所发明 万字旗的诞生被西方各国形容为黑暗之旗 图二 照片为希特勒在1939年的国国会大会上发表主题演讲 此为波德战争的前夕 在波兰拒绝交出波兰走廊 德国为此发动入侵展 在该张照片中 希特勒站在德国柏林克罗尔哥剧院的舞台上 极力煽动德国人民对波兰的仇视 图三 同样是在1939年 在柏林下落藤堡剧院 进行了一场纳粹纪会 但在这张照片拍摄的时候 德国已经顺利攻占波兰 这场集会明显带有庆祝的氛围 德国军政体系的纳粹党日 均向希特勒行纳粹里表示致敬 图四 1938年德国纳粹党内军新竞选的人员 在义母之下举办就职典礼 向希特勒行纳粹里表示尽忠 图六 1938年穆尼菲举办的德国第三帝国帝国党代表大会 场面之盛大令人惊骇 这张照片也是当时希特勒执政下 那催德国疯狂的体现 图六 1938年在希特勒50岁生日的时候 德国柏林进行了盛大的阅兵典礼 在阅兵典礼上 希特勒对全体德国居民发出宣言 同时也对世界发出宣言 德国所表现出来的军事实力将震惊整个世纪 图七 在1939年举行的帝国军人退路一事 在这一个时期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退役 而迎来的是德国年轻的一代 他们将被投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为希特勒心中的蓝图而战斗 福宝 1938年在德国纽伦堡举行的第三帝国党代表大会 在希特勒执政期间 纽伦堡成为了纳粹党最大的聚集地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